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万静觉醒 看评论有的哥们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 摩根你老用远古素材敷衍我们 你不觉得脸红吗 这个问题问得甚是到位 今天我就郑重的回答你 我脸皮厚 希望这种问题以后不要出现 只要有类似的问题你记住一句话 脸皮的厚度决定一切 有多厚呢 我可以谦虚点告诉大家 城墙拐弯那么厚 一直用关羽秒天秒地秒空气 我腻了 这集玩点不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单法王 简单秀一首貂蝉吧 这就轮到对面秀关羽了 可以 身为一个老国标关羽了 今天必须给他们上一课 大家可以看到 又支援过来一个关羽 他肯定会对着我们俩猛砍一刀 然而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 面对这种过于僵直的攻击 我们直接利用二级能穿过他 看到没 看到没 关羽能用马腿攻击 而且还能产生暴击 我的妈呀 搞我是不是 是不是欺负人 我教学呢大哥 一点面子都不给是不 OK OK 别怪老夫下手残忍了 你会暴击是吧 我让你跑不起来 看你怎么暴击 嘿嘿嘿 哎呦你吓我一跳 还玩预判刀呢 你厉害了你 来来来你过来感受一下502貂蝉啊 跑不动并不难受 难受的是 马上要跑起来了 突然又停了 哈哈哈哈 烦人 这突然就八个人头了 目前稳坐MVP的宝座 不行 不够刺激 玩貂蝉玩的就是心跳 走 跃塔去 哈哈哈哈 刚才那小子还想劈我 你猜怎么着 我一个突然扣撤 他当场蒙圈 细节太多 只能用优秀来形容 哎 好无聊啊 也没有人来打我 突然感觉好寂寞呀 哎 哎呦 来得好 来了妙 哇 又来了一个 刺激刺激 还有没 我的天四个 这不是可以啊 来 你们一起上吧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你们站一块啊 爽不爽 刺不刺激 哎呀 亏了这 本想着一袖四呢 这突然没了 这局怎么跟三杀 这么有缘呢 不行不行 再来一波 我就不信 哎 哎 哎 OK 轮到我了啊 哎 这就不地道了 你们还玩车轮战呢 这一起上就不行 还一个一个的砍 把我当啥了 我是个杀包啊 你们这么打我 等会儿 大哥 大哥 哥别这样啊 你不是米莱迪 你是关羽啊 关羽要霸气的赢 你这偷他哥 说不过去啊 快快快 我 太千钧一放了 不行 我受不了这种刺激 就这么点血了 留一个手加 其他人一起冲啊 赶紧推掉 快打快打 没赢过啊 那小子过去强拆了 赶紧拦住他 你行的 你行的 你是最强的啊 马腿给他打断 吹死了 优秀 那咱们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绝地翻盘 全靠我的一顿吼 什么叫高手 用声音的分贝 让手机惧怕 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真乃 神人眼 漂亮 好了 不吹牛屁了 告辞各位 感谢观看